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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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們國家記憶庫裡面的老照片 透過我們這些呈現給我們的鄉親 讓我們鄉親也能夠了解 過去三百年來從這個清朝 一直到日治時代到現在 整個的歷史的一個演變 那要特別謝謝我們的策展人老師 他們真的非常用心 包括用這個空拍機 從天空往下拍我們這些重要的歷史建築 包括用這個描繪的方式 是把兩百年前我們的一些景物 都一一的呈現給大家 這個展展展展展展展是非常精彩的 歡迎大家有空來我們的彰化藝術館 來看我們這次建線三百長河的一個展覽 這次大概是我們有分為幾個單元 從大四季開始 然後依照教育還有一些 我們的一些玩樂彰化或者民族 包括我們彰化的產業 我們等一下都有很精彩的 很惡要的把它展出來 這個任務的時候呢 事實上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要講彰化三百年的一個故事 事實上呢不是那麼容易來透過一個展覽來說這件事情 因為有太多太多珍貴的資料 然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說 那剛剛呢事實上現場他也大概的說明下 在整個的一個策展裡面呢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讓更何人來到這個展場 他都可以很快速的去理解彰化這三百年來 發生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透過主視覺呢 我們就把彰化的第一個印象 就把它通通呈現出來 所以透過這個彰化三百圖 民眾可以先去了解彰化的第一個印象 那走到展場之後呢 我們透過了大師記 去了解這三百年來的一個初步的脈絡 那剛剛也有提到就是透過教育 透過文學透過信仰透過工藝透過藝術產業 那最後呢我們用社服來當成整個展覽的一個ending 那為什麼用社服來當成這樣子的一個展場的一個結尾 事實上呢我們都知道所有的移居城市呢 最重要的就是社服的這一個區塊 那當我們在做這個展覽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彰化呢 事實上不僅在三百年前呢 其實開始建構了一些社服的一個理念 那今天的彰化呢 事實上他也是全台灣就是長照密度最高的一個限制 那所以我們在面對這三百年的一個歷史長河 事實上我們更看報今天呢 我們可以為下一代來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所以也透過這樣子的展覽呢 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呈現出來 一個歷史的文化啦 還有藝術啦 那當然還有從這裡頭會有一些的水準 有一些的那個達北館啦 我想還有工產業 以及這方面的未來的一些的社服的措施 還有剛剛現場提到的 我們要展出的部分 不只是過去的彰化 現在的彰化 那麼我們更重要的部分是未來的彰化 我們也會有不同的 方向的部分彰化 謝謝方向的老師 為了這方面呢 對 我是自粵的 說我們彰化 是唯一的 台灣做了三任的 那如果加上彰化市長 他應該做了四任 那所以他是 台灣大概以後就修改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